据报道 本月22日 菲律宾召集东盟十国的海事专家 召开首届东盟海事法律专家会议 为期两天 菲律宾方面提出的建议 拟江南海明确划分为 无争议和有争议的区域 无争议的地区 由独有主权国直接开采 有争议的地区 则有几个生锁国合作开发 菲律宾方面称 一旦确定争议和非争议的地区 争议区相关国家就可撤去军事武装 代之以民间力量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开发 23日 中国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外交部发言人洪雷表示 南海问题本质上是中国同南海周边一些国家 对于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化界的争议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 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 对此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为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所坚持 解决争议最有效的途径 是有关当事国进行直接谈判 解决争议最有效的途径 剧争议最有效的kay отк